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年已经过了一半 不知道你看了哪些电影呢 趁着暑假 无论你有没有暑假可以放 我们一起来看看2018年上半年 从1月到6月 有哪些电影是你一定不能错过的 有哪些电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但是我一定要推荐给你的 在这支影片当中 我会通通整理起来提供给你 今天的主题是 2018上半年你不该错过的电影 1.幸福路上 第一部是一部本土自治的动画电影 讲述一位刚从美国回到家乡的女生 女儿 回忆起自己在这片土地上面成长的种种过往 进而做出决定自己未来的选择 很贴近我们的故事 也算是导演的自传作品 2.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一个青少年陪着父母亲在意大利的乡间度假 跟来自美国的一位研究生 大哥哥发生了一段青涩的恋情 阴郁 暧昧 有酸有甜 有对于人生体悟成长的一段初恋 最后一镜到底的那一刻镜头 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 忍不住会陪着主角一起心痛 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你一定要记得这个主演的名字 Timothy Charlemagne 3.老娘叫坦雅 美国知名的花式溜冰选手 Ponga Harding 的真实故事改编 讲述一个住在美国的女孩子 在没有人生优势的环境当中 努力挣扎却依旧没有实现梦想 依旧被打败的人生 Marco Robbie 的演出 以及他亲身上阵的溜冰画面 非常值得一看 4.意外 由英国导演Martin McDonough 指导编剧 我个人超级敬佩的一部电影 还有剧本 藉由一位妈妈要为过世的女儿 讨回公告这件事情 发展出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 也让每一个人 包括剧中的角色 还有我们 对人生 对正义 对是非对错 都会有重新的思考 5.属女鸟 一位就读中学的青少女 经历各种真实世界的打击 准备离开这个可恨又可爱的家乡 前往纽约去念大学 独立生活之前的一段故事 6.灭绝 Natalie Portman 主演的科幻电影 神秘难懂 充满符号学 数学 哲学 等等的密码在其中 一个相当前卫 讲到宇宙和地球 外星入侵和人类进化的故事 其实我个人的解读是一对夫妻 在面对婚姻出了状况之后 如何面对的故事 7.新参者完结篇 当祈祷落幕时 阿布宽主演的日本电影 非常好看的解谜推理电影 有点狗血 不过相当的感人 也解开新参者这个主角 他最想要解开的关于自己妈妈的谜题 松岛蔡蔡子很正 8.你只欠我一个道歉 好像是今年入围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当中 口碑最好的一部电影 其实也是比较通俗好懂的一部 叙述在贝鲁特 两个成熟魁梧的大男人之间 一场小到不行的官司 达成全国人民种族宗教之间的撕裂对决 9.七月与安生 两个女孩成长的故事 闺蜜吵架和好必看的一部电影 马思纯和周东宇主演 也是金马奖的双赢后得主 虽然讲故事的手法有点复杂 有点需要推理 但剧情不算难懂又说得很好的一部电影 10.一集玩家 Steven Spielberg终于又有一部精彩的商业娱乐大片 讲述未来所有的人类都沉溺在一个叫做绿洲的虚拟线上游戏当中 一个年轻人要跟他的伙伴一起经历各式各样的闯关游戏 并且找到其中的彩蛋 顺便拯救世界的故事 我蛮喜欢这部电影的 可是我真的很想要在星期二跟星期四打电动好吗 11.境界 一家人躲避可怕的寻生怪兽 在末日相间的求生故事 也有人会说一根钉子回了一部电影的故事 紧张刺激好看 据说续集也正在筹划当中 《复仇者联盟3无限之战》 漫威电影《十年魔一剑》年度唯一话题剧作 应该不需要再多做介绍了吧 13.亲爱的初恋 今年上半年最清新可爱的爱情喜剧片 想要比较沉重的人可以去看每一天 也是第一部主流片商上映主打的同志议题青春片 讲一个已经有Tinder的年代 还在写email教网友谈网恋的故事 14.厌世妈咪日记 我个人特别推荐的爱片 沙蒂赛容主演 在讲一位妈妈是怎么恋成的 或者说到底要把妈妈逼到什么程度的鬼电影 我很喜欢这部幽默又有现实生活中沉重议题的故事调性 可是好像没有很多人喜欢这部电影 15.全知岛 超级好看的年途动画片 叙述一个在虚拟的未来日本 一群狗和一个小男孩挑战大人世界的故事 本片拍摄期间没有任何一只狗受到伤害 16.宿愿 平价两极的恐怖片 我很喜欢这部片各种用心制造的气氛 还有紧张的氛围 讲述的是更未知的恐惧 也有人说是2018年上半年最好笑的一部电影 接下来是三部纪录片 最酷的女伴电影配乐大师 还有时尚鬼才McQueen 特别在讲艺术与人生 电影配乐 还有英年早逝的时尚大师 Alexandra McQueen 的故事 都非常的精彩好看 不会让人感到无聊的纪录片 电影的故事 已经改变了 并且乱雅 中国设计的新产生 就变成了 中心的语气 所以辅助 但格子会十足的力量 你不能多说 又变得好 含无论 年轻人 - 准备- 老公! - 蚊子! - 蚊子! - 冰淼丝! - 冰淼丝! - 这就是我做的成为了 我所发求的 - 生命的益力 - 能够选拯讯他太容易 - 你蹇下了 - 毛刀 - 毛刀 四部是我2018年上半年大力推荐的喜剧片 都是非常的好看、精彩、好笑 分别是题材很新鲜的多包解谜喜剧 游戏业Savis 还有历史喜剧史达林死了没 二搞一群历史上的苏联高层 在史达林的葬礼上面 名争暗斗夺权的故事 三专喜剧解救是美 带给你振奋人心的正能量还有自信 最后一部贴备战 改编至真人真事 再讲友谊历久一样浓 给有点年纪的男人在电影院里面笑着笑着就流泪的故事 最后两部是我没有时间做单独影评拍影片的电影 第一部是欢迎光临奇幻城堡 Florida Project 我想起来了我最近一次在电影院里面大哭 走出电影院还在继续哭的就是这一部 有点松散的叙事 但是就是交织成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尤其是结局真的是美到不行 回忍达夫也以这部电影得到蛮多最佳男配角的奖项 他饰演一位汽车旅馆里面的经理 管理着这些中下阶层的住户们 许多事情他尽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在照顾这些人 但看着他眼前的这些人往着不好的结局走过去时 也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充满了无力感 什么也不能做 另外一部也是最后一部是最后相爱的日子 Film star don't die in Liverpool 我觉得这是今年上半年最美的一部爱情电影 改编至真人真事叙述一位好莱坞的过气大女明星 跟一位英国小演员的爱情故事 虽然剧情有点可以预料也没有什么惊喜 但是真实故事的力量 还有许多的小细节都有被拍出来 以及这两个演员之间的火花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大力推荐这部最后相爱的日子 真的是很美的爱情电影 美快 那也没有 以上就是我精选了25部2018年上半年在台湾上映的电影 你错过了哪几部呢? 你收集了哪几部呢? 或者你觉得有什么必看的电影 是我mix掉了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希望你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内容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